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和Twitch OK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霸劍蕭雲路的一些消息 一點點消息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follow霸劍蕭蕭蕭雲路的官方微博 那葉明章製作人呢 就是 這個不是葉明章的微博 是霸劍蕭雲路的微博 那這邊有特別講到說 2月26日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本週2月26日是上週 上週終於完成艱難的霸劍送神 文本的全部修改 以及修復了大量遊戲的BUG 比如說攝像機視角的怪問題等等 極奇怪怪的意想不到的問題 好在有了階段性的進展 按目前進度預估順利的話 3月底應該就能正式送神啦 這個送神不知道會送神多久 不曉得 那他說最快順利的話 是3月底送 那不順利的話 不知道是幾月送了 那假設送神的話 花一個月好了 可能一個月還算快 那就是可能4月底 OK 然後可能上市 他的宣傳 可能要多花一兩個月的時間 可能就是7月8月左右 會 讓大家玩到吧 我猜啦 那他怎麼上市的方式呢 是上哪一個平台呢 目前好像沒有看到 不過 今年要玩到應該是沒問題的 OK 希望不會是12月31號 然後大家一直要關心的問題 在組一個解決中 目前帶出的問題還有CV的劇本 部分角色的優化 然後以及遊戲整體的優化和性能提升 要買的事情還很多 全部的聯發人員也都在拼盡全力 改善遊戲的各種不足 放上重要角色的Q版頭像 歡迎大家使用 而且大家先等待遊戲宣傳消息吧 OK 我自己估是7、8月啦 7月或8月 差不多吧 好 Q版的就是主角啊 跟他的 這兩個吧誰 忘記名字了 啊 這個主角的名字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Q版的圖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啊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重點喔 在他底下有回復啊 呃 我的重點是這一個 呃 這款遊戲應該是沒有配音的 應該是沒配音的 應該是沒配音 應該吧 應該是沒有 然後 年內有戲嗎 你看喔 他這個意思應該是指說 呃 今年有戲嗎 應該是吧 好 可是這邊回復也寫看審核啦 OK 上時定吧 別審核 不知道他的審核是指什麼呢 是 大陸那邊的 審核方式嗎 然後 這邊會說 一定要出 實體好好版 可是 官方是回爭取 也就是說 不一定會有 然後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 不是這個喔 你看喔 這邊有重點 官方回復喔 下一款是 SLG 快要開工了 這個SLG 會是跟 神魔自尊傳 類似的風格嗎 還是真的是SLG呢 嗯 嗯 好啦 可是這邊說快開工 也代表說 只是有想法做 他的下一款遊戲 是這款 這個類型的 所以說 霸劍之後 後面的故事 就是霸劍下的路 就完結了嗎 還是怎麼樣 不曉得 我們就慢慢等吧 至少他們有在 有打算做下一款遊戲了 這是好事 代表他們還有資金去做 下一款遊戲 OK 主要是這一個啦 我覺得這個重點 也是蠻重要的 這個重點 也就是說 可能明年 今年應該 是可以玩到 可能大概過兩三年之後 就可以 玩到下一個遊戲啦 我是希望他們能出快一點啦 真的 心很癢 大概就這樣子啦 這個消息就這樣子 好啦 喜歡我的頻道也記得按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RB還有對手 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掰掰